桂圈求锤得锤定律永不让人失望 今天这把雷神之锤居然砸到了杨阳身上 绯闻对象是24岁的王初然 杨阳大家都认识不用赘述 王初然前提给大家介绍一下 1999年出生的小小花外形被说神似刘亦菲 说实话看过很多角度确实挺像的 尤其是侧脸 出道时间不长但心图非常畅通 第一部剧就是在马思纯传的《将军在上》 演出《女二号柳希音》 戏份不少角色存在感也高 一跃成为内娱新生代古装美女代言人 之后举接剧的拍 演了《清平乐》里的张碧涵 《烟云台》里的《玉霄》 《玉谷窑》里的《白雪露》 《上市》《相逢时节》等等 这两年王初然卡位飞升 已经成功拍了好几部《女一号剧》 坐稳女主角位置了 比如刚播完不久的《听说你喜欢我》 即将播出的《爱情有烟火》 以及和杨阳合作的《我的人间烟火》等 杨阳和王初然这段关系的发展 比他的《星路》还要快速 《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 2022年2月开机 10月正式杀青 一共拍了大概8个月 以现在的剧集制作标准来说 算拍摄期很长的戏了 戏里两人展开了一段热恋 戏外飞翁也来的是热热闹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今年2月份杨阳和王初然被曝 疑死阴系生情 还有王永成目击到 他俩在马来西亚甜蜜旅游 描述细节说的是相当详细生动 烟网友拔出 他俩早先核酸检测地点重叠 都有疑似在马尔代夫的自拍 接着又被爆料 两人一起在北京喝吉林滑雪 甚至还有人表示 他俩拿到了爱的毕业证 不怕挖分 4月1号愚人节 明星战姐们纷纷团建 自黑爱豆 其中杨阳家战姐的表现 也是最为瞩目 直接点名了杨阳所有绯闻女友 和李沁 宋倩 张天爱 乔欣 赵露丝 王楚然 一起共读佳节 战姐甚至还发了九宫歌 杨阳王楚然 滑雪合照 配文尊重祝福 以内娱一贯操作来看 战姐接着过节名一发疯 应约约是能透露出一些事的 但粉丝们都表示绝对不信 我家爱豆 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我爱豆永远单身 只爱搞事业 根本不会搞对象 其他过去时的绯闻对象们 粉丝还稍微好点 因为过去了 成亲了 也就没那么激烈 但正热传动 杨阳和王楚然家 就非常急了 两家粉丝们分别狠狠 打架了所有爆料 各种驳斥 说爆料是造谣 太假了 所以飞文女友 没有一个是真的 谁信谁输 说起来 能让杨阳粉丝 这么笃定 这么敢辟谣 这么敢为哥哥永远单身 打扣 誓死捍卫 哥哥的单身人设 信心可能主要都是来自于 他们哥哥杨阳 确实是个从不仍爱的 单身男子 出道以来杨阳绯闻不少 几乎拍一部 传一个 很多都还留下了素材 满满的故事 相似出在于 李静 乔信 赵露丝 王楚然 某些地方 或者某种伴相 看下来蛮像的 以及不论这些绯闻 他一视同仁 都没让过 李沁 是拍摄 新红楼梦时 结下的缘分 算两下无猜 算一个是大宝玉 一个是小宝钗 戏里没交集 戏外 却是关系最亲密的 两人台上台下 都被拍到过 无数亲密互动 公开合作 撒糖 微博你来我 往平凡 甚至私下旅游 和朋友合照时 都会实质紧扣 年少时的绯闻 是最能打 最持久的 这几年还陆续 传过复合说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段关系 当事人 从来没有认过 不管你磕过多少糖 看过多少 后天的互动 都不认 和宋倩 2014年拍戏 擦出火花 2015年 宋倩还签了 杨阳的经纪人 贾世凯 正式成为师兄妹 绯闻期间 一样是有各种糖 通款帽子 通款鞋 通款运动装 白色情人节 微博互动 杨阳还自曝 最喜欢合作的 女演员是宋倩 但这段绯闻 被经纪人给否了 说是谣言 最后被卓尾拍到 并盖章 她俩在谈恋爱时 否认得更彻底 杨阳甚至 甩出了一句 传世金句 身怀宝藏 总会遇见一些恶狼 气得宋倩也发了一条 用词相当激烈的微博 自宣单身 且有自知之明 谢绝炒作和倒贴 喊话 别把别人的善良和沉默 当作肆无忌惮 欺负别人的筹码 兔子急了 还有人呢 侨心那段 则更为经典 有人目击过 两人疑似逛街 公开的谈不少 但疑似 侨心留下小号 流传的无数 爱情卑微语路 才是精华 说 自己和17岁时 喜欢的男孩子在一起了 超级喝 超级甜 转发羊羊粉丝官位 固执的喜欢你 直到明天以后 末日之前 闹分手势 难过的要死 求老天爷 让自己嫁给他 又忐忑后悔 跟他相爱 怕被抛弃 哇 一整个少女心事 但这段关系 被无情公开辟谣了 而另一边 很有意思的是 拍摄武动乾坤 和羊羊闹出绯闻的张天爱 则在同时 发了个生死表情 九宫格子拍 让场面看起来 无比苍烂 后来几股传话 轮到合作拍摄 且是天下的赵露丝了 这俩拍摄期间 花血是非常甜 杨阳会毫不避讳的 念赵露丝的脸 说有意思 绯闻也传了不少 但赵露丝方否认了 再次后 就到了王楚然 王楚然也是个人物 之前 王子齐疑似 绯闻炼金曝光 当时王子齐 刚凭借小五座 稍稍有了点证明度 处于稍微气 约会画面 被拍到很多实锤 绯闻一曝光 引发了舆论危机 而对于王楚然 和新人演员的绯闻呢 王楚然 经纪人 否认的也是非常不客气 一句 小王独美 就让王子齐 自己去繁星 这么处理绯闻后续去了 这次和杨阳传绯闻 长大小半年 经纪人倒是没喊话 让王姐继续独美 挺有意思的 当然啦 更有意思的 必须还得是结局 杨阳这次 没了从前那么多回 绯闻的运气 被拍到和王楚然约会实锤了 酒店共度四天三夜 狗仔很有耐心 蹲到位了 视频大家有兴趣 直接去微博看 都有 这一刮实在是太实诚 连前绯闻男友王子齐 都忍不住好奇心 成风来吃一口新鲜瓜 当事人杨阳和王楚然 一直保持沉默 为什么大家都懂 刚真啊 对于这一单绯闻被曝光 其实我没啥惊讶和意外的 几个月的酝酿 以及那么丰富的素材 可能唯一能暴击到的 只有粉丝了吧 那我也确实很好奇 当从不承认 任何恋情和恋爱对象的杨阳 认为身怀宝藏 总会遇到恶狼的杨阳 遇到自称独美 但其实对绯闻 略显双标对待的王姐 到底谁会胜出呢 要是能来一场斗志斗勇 可能会比这段 绯闻恋情本身 要有看头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杨阳的绯闻女友 全都被拉了出来 结合现在与王楚然的恋情 杨阳的态度不明确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有人说他拍一部剧 谈一次恋爱 爱搞剧组夫妻 还有人说他的滤镜碎了一地 更有的犀利点评 吐槽杨阳没担当 还有人说他是怂包 就连一些粉丝 都看不下去 去杨阳及其工作室留言 希望他能回应 告诉他继续装沉默 这会更加败坏的无人缘 当然也有的粉丝 在看到消息后 直接脱粉 成为杨阳这样 在他心中已经是塌房了 其实31岁的杨阳 正常恋爱无可厚非 关键是他总是这样不回应 这也是他让粉丝们寒心的原因 经过这件事 杨阳早期的黑历史也被挖出来 比如有网友爆料称 在做从你的全世界物料时 杨阳给人感觉很装 而邓超则是比较辣好感 从该网友的发文来看 一直杨阳爱丽人设 人前然后两副面孔 另外还有人吐槽杨阳演技差 油腻等等 从前提到杨阳评论区 几乎是一片夸赞 如今则是各种各样的吐槽 希望杨阳能多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可以出面回应一下